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血淋淋的方式 来看出环保的重要性 这是不是仅仅从表象上来理解环保呢 是不是没有更好的一种手段 更含蓄的 更美化的 或者说更含义倦勇的东西 却能直指人心的东西来体现环保呢 所以我说周星石在这个时候 这个力量用的有点拙 显得笨 不聪明 而且实求是说 这种手段一点都不高明 似乎不是我们想象当中 周星石体现情怀的一种水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我个人倒有一种 我认为非常合理的解释 周星石以前片子里的情怀 是属于人的情怀 简单来说小情怀居多 但是后来呢 他越做越大 由星宰变成星爷之后 他要抛弃掉那些小情怀 追逐大情怀 比方说西游香魔里边 那种悲天美人的普通众生 是你 你真的以为一只香蕉就把我搞定了 莲花才是封印 这个才是我的真身 你帮我解封了 我终于走出霍楚的掌控了 你只是走出了山洞 佛还在 还在 就是周星驰我不再是星仔了 我不是小人物了 我现在是大人物 我是星爷了 大人物要干什么 要干符合大情怀的事情 可是呢 他的力量 就周星驰对世界的认知 到不到那种 把大情怀玩的 也像小情怀那么纯熟 那么直指人心 能感动你的程度呢 他还做不到 比如说你说这个 有什么证据吗 好 咱可以一点点分析分析 周星驰他这些年拍电影 其实他是走过了 从小人物 到摆脱小人物 成为爆发户 然后再摆脱爆发户 走进大人物 进入大情怀 这么一个过程 你看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 香港电影界 都说叫双周一成 周润发 周星驰 成龙 但其实那个时候 周星驰 跟那一周 那一成比不了 为啥 人家周润发 早就是完 那时候要进军好莱坞 成龙有自己的公司 自由的拍片 按自己想法 但是周星驰 是当时签约别人的公司 他拍的片子 自个做标准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周星驰的风格 除了他个人无厘头以外 有很大程度 是被导演所左右